真,没有抓在自己的身上,是感觉不到痛的,一些话说得了别人,却无法劝住自己。 朋友的姐姐家庭出了点状况,她整个人都是处于崩溃的状态,朋友们纷纷来劝说她,希望她可以看看一点,永远选择离开那个对她没有感情的丈夫。 不管别人怎么劝,她都挺不进去,根本没有办法做决定,其实这样的事情她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。 每次都想着就这样算了,不要再挣扎,但每次她又是选择原谅。 平日里看起来她很睿智,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,让人觉得有些失望。 她是个很热心的女人,对身边的人也是很关心,大家都把她当作知心姐姐对待。 有什么心事找她聊聊,心情就会好很多。 现在到了她发生事情,大家都以为她能够很果断地处理,但事实上并没有。 还记得有人跟我开了个玩笑说,情感专家能够解决别人的情感问题,但却解决不了自己的情感问题。 你说这好笑不? 这事儿并不好笑,她刚好就是证明了一个事实,当针没有扎在自己的身上,是不会感到疼的。 情感专家并不是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,她也能看到自己的问题,只是不想和某人永远结束一种关系罢了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话说得了别人,却劝不了自己。 生活里的许多事情,她的发生都没有单一的原因。 每件事都会有不同的可能性,所以,当它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,你会觉得这只是一件小事,随便就能给她一个定夺。 但是,这件事,若是和你切身利益有关,你就会发现,自己会思考很多。 平日里劝说别人的话,到了自己的身上,竟然一点用都没有。 譬如,我们都知道熬夜伤身体,不按时吃饭会伤胃,也都会劝说别人,跟别人说出各种不好的后果,说出各种可怕的可能性。 为的就是让别人能够把话听进去,不再熬夜,准时吃饭。 可是到了自己这里,知道要早点休息,这样对身体好,可偏偏一拿到手机就好像失去了自控的能力,总是舍不得放下手机,总是忍不住玩了一局又一局的游戏。 还有,在感情这件事上,劝不了自己的事情更多,明知道那段感情淡下去了是没有什么结果的。 但是开始了一段感情,本就想着奔着结果去的,哪愿意半途而飞呢? 只要还不是到了绝望的境地,都不愿意放手。 所以,许多大道理自己都是明白的,但能够拿出去说别人,却始终无法劝服自己。 人,有时是难以避免犯傻的,难以避免会去做一些根本不应该做的事情。 事情发生在别人的身上,我们都可以很理性地去看待,能够用清醒的头脑去分析这件事情。 但到了自己的身上,总是会很感情,要顾忌的事情方方面面。 一个人活着,时间久了,慢慢地也就知道了自己该做的是什么事情,有什么该说的,有什么不该说的。 遇到事情,也不必拉着别人长篇大轮,自己的事情自己知道,别人的角度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,更没有办法去替代自己承受一些事,解决一些事情。 我们只有把事情藏在自己的心里,让时间去慢慢地淡化,让自己的经验累积到一定的程度,对于某些事情就有了成熟的解决方法了。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事情,感受如何只有自己最清楚。 别人始终是别人,有时我们看起来劝了动别人,但实际上也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别人的痛苦。 所以说,有些话说得了别人,却劝不了自己。 有些事不是自己在经历,永远都不会明白其中的感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